我現在即將來公布我的一千多百功能成績是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終於來到最後一關了 體能測驗 大家也知道國軍是非常注重你的體能項目的 如果你的體能不符合國軍標準是沒辦法錄取的喔 所以這一關我將會小心應付 但在開始之前呢 大家可以先到國軍人才招募中心裡面的體事人這邊來參加報考 那報考呢 你可以選擇你家裡附近的執勁學校、考場 都可以依照你的時間地點來做安排喔 好啦 那我們就開始去考試吧 為了這個體能測驗呢 我每天在這裡大量特訓 就是為了等一下在檢測過面前不要丟臉 這個的體能測驗項目呢 包含了軟度、BMI、心肺耐力、肌耐力、還有爆發力 對吧 但是詳細的各分別 成績要求還是需要你自己去檢章裡面看 才會有標準喔 我們第一個要測驗的呢 就是仰臥起座這個項目 待會我要挑戰 看能不能在一分鐘之內達成60下的高標 開始吧 到底有沒有達標呢 58下 下一項 接下來這項要測的就是柔軟度部分 我們要做做肢體前腕的測驗 GO 接下來第三個項目要測的呢 就是爆發力的項目 也就是列丁跳遠啦 好 表米25 今天的最後一項也就是第四項 就是新肺耐力的功能啊 那待會我們要測驗呢 就是1600公尺的跑走測驗 GO 好 開始 啊 啊 啊 好 啊 啊 5分40秒 成功 教官那我今天車演的成績大概怎麼樣 我們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58下 58下但是沒有達到我的標準 坐姿底前彎28公分 那接下來力定跳 力定跳遠225公分 225 那我剛剛的那個1600啊 到底成績有沒有在3分內 均速有沒有達到我的目標3分鐘內呢 我剛剛的1600成績是 我1600成績是5分40秒 5分40 滴滴換算一下 3分40秒左右 成功 以上就是今天我來參加這個體檢測驗員的過程啦 還好每個項目都有達到我自己給自己設定的目標 那我剛剛聽他們講啊 如果真的參加這個過程當中 你的成績沒有超過這個國軍入試標準的話 不要緊 那不像GD車一樣一個月後才能考試 你只要在考試隔天之後 隨時都可以繼續來補考喔 鳳鳴國軍是不是非常簡單呢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大家歡迎去試試看喔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按個喜歡並點分享 這邊可以訂閱我 我是你的家梁哲瑞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